好 各位 我们来看一下这组 就谁啊 哪一张是老季眼中的自己 救命啊 这有我的事啊 这不像老季 这不像 这不像 这是我们这组的吗 因为你们这一组画的时候 我没菜 所以我看到我也很吃惊 怎么这么不像啊 你们先来说 水水 哪个是老季眼中的自己 我觉得也跟画师的风格有关 下面吧 我也觉得下面 我也觉得下面 下面 理由 讲讲理由 就是比上面的要稍微帅一点 下面的人 下面的我感觉更像是一个锻炼的人 我也觉得是下面 因为我觉得他会把他自己形容的就是 更接近 更详细 对 然后比较像他形容他自己的风格 结果是上面 因为他对自己比较没自信是吗 我可以发表吗 你说 下面这个是我画的 好 好 为什么 因为我有看到一些细节 比如 比如我当时有说老季的有抬头纹 这有抬头纹 对 然后他有一些皱纹 他的胡子 厉害 然后我还说了他比较像那个贝克汉姆 像年轻版的他 我跟各位介绍一下 这是老季眼中的自己 对 是不是差别很大 一会我们来分析好吧 又来分析 来 哪个是诗秦眼中的自己 右边 我觉得下面这个 为什么 因为有酒窝而且特别美 就是笑 诗秦认为自己是笑着的 老季说酒窝吧 不对 我觉得诗秦因为自己不快乐 你开破案了是吧 有点困难了 正确答案 这个是他眼中的自己 对 因为我发现下面那个太快乐了 你看 对 因为诗秦那眼中的自己没有这么快乐 但是老季眼中的事情一定是这样快乐的 我特意让画家画一定要是笑的 一定要漏牙的 他们彼此的眼中的对方都好看 都好看 这个我当时数门牙又第三颗 我说有点尖 有点虎牙 但是画得应该不清楚 然后回来我让他张嘴我一看 我数一数 因为我记忆中是 我一对 我说我还记得挺对的 可以说真的是我印象中的样子 可能不是他今天 可能不是昨天 甚至他六十岁的时候 可能我的印象中的样子还是这样 真好 真好 他对我的描述 其实我还蛮喜欢的 画自己的时候 因为当时画师讲的是 表达出现在的自己的 在婚姻里面的一个状态 所以我就临时把我自己笑容的部分 改成了有一点点焦虑 然后有一点点紧张 有点皱眉 然后抿嘴还在坚持微笑的这么一个状态 画师问她今天穿了什么衣服 我突然一点都没想起来 简单地描述一下您太太的今天穿了什么衣服 我今天 太惭愧了 一点也没记住 今天衣服不是你配的吗 不是 今天是我第一次自己穿衣服 我来想想 那肯定是因为今天穿搭没问题 就是肯定是穿搭特好 要不好我肯定就记住了 上一次她不是只有自己穿过吗 那个是各挑一套 其实这一套衣服是在安全区里的 我自己穿的时候我也知道 这套衣服她以前有搭配过 这个有颜色挺好的 上衣呢配这个 行 天哪 挺好的 她也不会出太大的错误 自己穿有点爽 又有点不会 就终于自己可以做自己主了 然后有点奇怪 没习惯 然后有点心虚 不知道自己行不行 然后我也稍微有点纠结 穿衣服那套自己要做决定了 诗琴的话 其实是 把这个季老师的这个细节 你控制的是非常极致的 包括 你提到了白衣服 低油的事 比如说我弄脏了衣服 这个也是她无法接收的点 因为我是一个比较邋遢的人 要大条 然后她就会说我的每一件衣服 基本上都有油点子 然后这一点让她很抓狂 你知道她说白衣服低油的事吗 知道 十多年都是我给她洗衣服 因为她有个习惯 一穿新的白衣服 肯定弄上油 到抓狂吗 因为这件事情到后面 其实发展成就是 我不太敢吃饭 不至于吧 吃饭也有点夸张了 我一吃饭我就很紧张 因为我有低伤的可能性 因为我确实在这方面 就不是一个很仔细的人 然后我们 今年前几个月吧 还发生过一次 因为这个低油事件 就是我们俩在三亚机场 准备坐飞机回上海 然后我们在休息室里面 我很饿 我就想吃一碗面 她觉得有汤的那种面呢 她就不想让我吃 因为她觉得 有可能滴到身上 然后她就选择不吃 然后呢 我说那我要吃 我就要了一碗面 但是她好像有技术 帮我把这个纸巾呢 就是塞啊 塞啊 塞 就小心 那个袖子沾到了 汤里 汤里一点点 然后她看到这一幕 什么话都没说 拿着她的行李跟包 就走了 就登机去了 她受不了 真的 然后我就叫住她 我其实有点生气 我说你干嘛 她说我上飞机了 再见 然后她就自己走了 然后我就赶紧去洗手间 把这个洗洁精洗掉 其实洗得掉 洗完我就拿着我的箱子 上飞机了 然后我们全程就是她 没有跟我坐在一起 然后我们就像陌路人一样 这都是什么事啊 太奇怪 可能有一些洁癖 真的是难以理解 其实这个事情 一样的 我今天第一次 但是 我就是 我一看到 我说你看你看你看 你又递上了 我是这样的 具体的事情 手儿挺好可爱 她哪一件衣服上面没有油 这正常吗 很正常 你要跟她吃一顿饭 你要跟她吃一顿饭 你会疯了我跟你说 我跟她在一起没多久之后 然后有一次 我介绍一个我的好朋友 也是一个品牌的 亚太区的总监 人家请她吃第一顿饭 她把整碗面全都扣在了身上 这个也有点 这个比较极致 那个时候确实就是 小概率时间 真不是小概率 这个事情 我已经跟她讲过千百遍了 千百遍了 就是咱就不能小心点 像普通人一样 普通人都滴油 普通人都弄脏了 非得把袖子站在汤里 而且是一碗方便面 我就不想让她吃 我觉得对身体本身就不太好 对她就不想让我吃那碗面 但我那天就是没有饭吃 你像我们经常滴油的人 我要跟你辩论一下 你以为我想滴在自己身上吗 我滴在自己身上 你凭什么样生气 其实衣服都是我洗 然后买也是我买 这不是 我觉得你强迫症 你不高兴是可以 但是你老婆 然后都一路不理她 你需要改变一下自己了 我确实站起来走了 人人都觉得 怎么可能 怎么这点小事 但我能说什么呢 我什么也说不了 我说一句这就马上翻脸 就马上升级位 就争吵 升级位 就很激烈的那种 多可怕呀 我没有别的方式了 不然我干嘛呢 这个机场分开不理我自己回家 已经发生三四次了 不 这个还太小孩 没长大 啊 三四次 但是她还不只是地友 比如说我在这边吃饭 来劲了 来说 今天空宿单位没事啊 咱们都是熟了嘛 来开心啊 对 就比如说我现在在这边吃东西 我这有点脸上挂不住了已经 回家看一觉 她有个习惯啊 就是人一多的时候啊 她要显示出她的权威性 她时常会 踩着我说一些话 我经常是早上跟阿姨一起做了很多饭菜 老基说我要吃牛奶面包 但好像我事情是有这个特点 为什么我对生活所有的小的改变 你都是以拒绝的方式 你就是天天盯着我 你只盯着我 她很喜欢主动说这些事情 老基有一个点很厉害 就是她的微信从来不备注名字 所以她根本分不清谁是谁 那你就更不要说你给人家点赞呀 发微信 很多人都找不到 就比如说我现在在这边吃东西 如果我挑的是这里的东西 回家她一定要说 你为什么不吃这里呢 她干嘛要在讲它 如果我出去见朋友 然后她也在 然后我说了很多很多话 我们两个小时结束回家了 她就会跟我讲 你今天哪哪哪说的不对 你哪句话不行 你应该怎么怎么说 但如果这两个小时都是这样说呢 我觉得确实也值得生气 是 她每天都有点苦大仇深 苦大仇深 反正就每天我觉得她的 心情起伏也是比较大的 她很容易高兴 也很容易忧伤 所以就越来越不开心 我的自尊洒落一地 完蛋了 完蛋了 她自尊又要洒落一地了 只要有她的聚会 我就肯定不去 为啥 就是我太知道了 一出去人只要越多 她就越踩我 老季不在的时候 我会很夸她 只要她在我就有点 我就很想打压她 对 这就是心理上 她必须要赢 比如咱聊着聊天 说一数字 她说 比我们家老季片酬还高呢 还说这个话 这个真不应该说 我当时脸就 好多客户我在这儿 就是人越多 有时候她高兴的时候 就是忘了界限 忘了这个分寸 就是这个度没有拿捏好 有什么理由 非得当着客户的面 来说这件事情呢 有意思吗 啪啪啪啪啪啪 什么都说 踩着我 然后这边说几句 这边哈哈哈哈 高兴 就就就就就 拿我当了一个玩笑 一个笑话 我呢 哇塞 你们想过我 这样不好 这样不好 我有点理解老季了 我确实说过一次 我错了 这就类似 对 她为什么不私底下 跟她讨论 咱们 谢谢大家 ש